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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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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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线头放在勾针上隐藏 同样是要加针 规律都一样 也就是这一针里面咱们要勾出两针出来 相当于加了一针 然后第一针上 第二圈的第一针上做几号 好 接下来重复这种方法 已经一组了 还是这一针 两组 就是每一针同样道理也是勾出两针 三组 四组 五组 最后一针 好 我也只扣那半针 外半针我们勾出两针出来 六组 好 检查一下是不是十二针 一二三四五六 没错 然后我们就在第一针对应的 针目里面引拔结束这一圈 好 那么这是第二圈 那么第二圈我们刚才已经走了一次 现在呢我们又要这样 这样走 来走第二次 好 走第二次 好 走第二次呢大家就一定要看清楚了 同样的第一针 这个第一针我们还是不要放掉 最后一针应该是这一针 最后一针我又扣错了 这一针 最后一针我又扣错了 好 这一针 大家一定要数一下 二 四 六 八 十 十二 好的 然后我们现在要这样走回去 这样走回去呢 那么这一圈呢 接下来的这一圈我们就不用加针 但是我们挑外半针的时候 我们挑这外半针的时候 要跟这一根线来连接 然后这一边呢有十二针 但是这里只有六针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穿呢 第一针好 穿到第一针 第二针也要穿到第一针 看到没有 第三针穿到这边第二针 第四针也要穿到这里第二针 是这样的一次勾一圈勾回去的 好 一个变子起离针 第一针就是这里 咱们只挑外半针 然后红色记号扣 这个是第一针 我们把记号扣取下来 这就是做记号的好处 就不会出错 这里呢咱们现在就只扣 剩下的那半针就可以了 好 我们在这里勾出 第一针做上记号 接下来第二针 好 这边还是穿这根线 接下来第三针 对应这里第二针 第四针 好 第五针 对应这边的第三针 第六针 也对应这里的第三针 第五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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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针 十一对应最后这一针 十一对应最后这一根线 十二 看到吧 所以我们做记号的也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勾错 十二也是对应这一根线 好 那这里的第十二针 最后一针 等一下我们勾完了再来扣吧 好 就是这一针 我们还是 把它剩下的一根线把它扣起来 这样呢 这样呢我们就勾完了 然后就去引拔结束 那么第二圈我们就走到两次了哈 第二圈呢就算是勾完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第三圈 好 开始第三圈之前 一定也要找到第一针最后一针 这个是第一针 刚才引拔的地方 然后这一边呢 最后一针也别忘了做记号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 这是第三圈 那么第三圈呢我们也要走两次 第一次呢我们要加针 我们每一次加针 都是在每一圈的第一次加针 第二次不加针 好 那么第三圈的加针规律呢 显然就是隔一针再来加针 一个辫子起的针 好 现在咱们翻转 这样来勾哈 好 这个是第一针是吧 这是我们做好记号的地方 这个记号扣我们把它拿下来 现在只扣住那半针 好 这个是第一针 第三圈的第一针 咱们是隔一针加针 也就是这一针咱们是只勾一个短针 接下来第二针 咱们这里面要勾出两针出来 好 一组 不加针 不加针 这里要加针 这里要加针 两组 不加针 加针 三组 不加针 不加针 这里要加针 四组 不加针 加针 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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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加针 五组 好 最后了 好 这里要加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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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后一组 六组 咱们现在只扣了 剩下的一根线就可以了 好 我们这里要加针 就六组了 那么第三圈勾完之后 总针数应该是十八针 我们也在最后一针上做个记号 然后我们去引拔结束 第三圈的第一次 第一针上还是要做记号 好的 第三圈的第一次呢 咱们就勾完了 换句话说就是 外面这一圈 现在这里应该有十八个辫子 十八针 然后这一圈呢 却只有十二个辫子 对不对 现在我们要 第三圈的第二次 要这样走回去 那么这样走回去怎么穿呢 跟前面的道理是一样的 好 也是 第一针对应一针 第二针对应第二针 然后第三针也对应第二针 把这三针看成是一组的话 同样有六组 明白吧 好 第四针是这样穿 然后第五针 然后第五针 这样穿 第六针也这样穿 懂了没有 好 这就是第三圈的第二次的 六针点 好 我们也是一个辫子奇迪针 然后现在走回去 第一针里面 第一针里面 这个呢我们就直扣 现在直扣剩下的那半针 这是第三圈第二次的第一针 好 一针了 这个一定要看清楚哈 两针 第三针 好 第四针 接下来第五针 第二针 第六针也这样穿 两组了 七 八 五 金 ,三组 十 十一 十二 四组 十三 十四 十五 五组 十六 十七 好的最后一针 也是穿到这里 这样就说明没错 十八第六组 这里直扣 剩下的一根线 好的够完了 我们又在第一针的位置引拔结束 这一圈 这就是勾到三圈的一个效果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第四圈 开始第四圈之前同样的道理 第一针做记号 千万不要怕麻烦 最后一针也要做记号 然后我们就开始第四圈了 四圈的第一次开始了 一个辫子起地针 好 现在这样走过去 第四圈的加针规律 好 都是第一针 第四圈的加针规律 就是隔两针再来加针 隔两针再来加针 第一针剩下的半根线 我们要扣起来 好 也就是第一针 咱们勾一个短针 第二针 也是一个短针 第三针我们就要加针 这就是一组 我的线不够了 我另起线头开始第二组 第一针正常短针 第二针 好 第三针来加针 加针 这是第二组 然后第三组 一个 两个 好 要加针了 第三组 一个 两个 加针 第四组 一个 两个 加针了 这是第五组 一个 两个 最后一针 最后一针 加针 咱们把剩下的半根线一定要扣起来 加针 这里还要勾一针 好的 第四圈的第一次勾完了 我们又引拔结束 好 现在要开始第四圈的第二次 我们一定要扣上记号 如果你怕出错一定要去数一下 外圈就是4 那个外圈就是加到第四圈 那么就应该有四六二十四 然后内圈是加到第三圈是十八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这样走回去第四圈的第二次 同样道理呢 它的路针规律是这样的 第一针对应 第二针对应 然后三四同时对应这一针 这为一组 好 然后第二组又是对应一针 两针 好 这两针对应这一针 第二组 就是这样来勾的 好 第四圈的第二次 一个辫子起离针 现在这样走回去 第一针 怎么办 这根线扣起来 这是第四圈第二次的第一针 一定要记得扣上 好 两针 接下来就要合了 三四都跟这个穿 看到吧 这是一组 好的 又到了合 两组 三组 就这样一一对应的勾 先是对应 一个一个对应的走两次 好 然后又到了合 接下来 接下来 这两针都跟它 去穿 四组 五组了 五组了 剩下最后一组 好 最后 合起来 第六组 好的 这就是第四圈 第四圈勾完 我们也可以引拔结束了 记号扣 直扣 外半针 勾到这里呢 我已经给大家完整的演示了 这四圈的勾法 相信大家已经能够发现它的规律了 然后你后面呢 就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 按照自己的需要 看一下你这个底部需要勾多大 那我这里最后再给大家演示到第五圈 好 后面就大家自己去勾了 好的 第五圈的第一次 第五圈咱们就应该是隔三针再来加针 好 一个起底针 隔三针加针 那也就是先勾三个正常短针 这是第一针 一个短针了 两个 三个短针 好 现在这一针里面我们要勾错两个 好 这就是第五圈的规律 大家把这一圈勾完 这一圈已经勾到最后一针 这一针要加针 大家可以数一下 检查一下 最后一针上 要记得做记号 那么第五圈勾完呢 那就是五乘一六 三十针 好的 我们在第一针的位置 引拔结束 这是第五圈的第一次 现在这样勾回去 第五圈的第二次 第二次咱们就不加针 然后呢 它的路针规律 相信大家应该知道的 好 先是前面三针 一对应 一 二 三 好 然后第四针 第五针同时对应这一针 这就是一组的勾法 然后后面就重复这一组 好 再给大家看一次 一 二 三 好 然后第四针对应这个 第五针也对应这个 这就是两组 然后你就这样的 把这一圈勾完就可以了 好 好的 第五圈的第二次 一针 两针 两针 三针 这三针都是一一对应 接下来四五都对应这一个辫子 四针 五针 好 这就是第一组 大家把剩下勾完了 来到了最后 那这一圈的我们也勾完了 那么第五圈就全部勾完了 如果大家还需要这个底部更大的话 你就开始第六圈 第六圈的规律呢 那咱们就是隔四针 隔四针再来加针 那么隔四针加针的时候 大家最好来错开一下加针 就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针第二针 第一针第二针不加针 把加针放在第三针 然后第四针第五针不加针 这样为一组 明白吧 因为我们正常的都是 一二三四 前面四针不加针 第五针加针 是吧 我们前面规律都是这样 但是为了错开 让它更圆的话 我们就到第六圈的时候 隔四针加针的时候 你就可以错开 一二不加针 第三针加针 四五不加针 这样为一组 然后同样是有六组 明白没有 好 你就一直的去加大 勾到你自己需要的一个 这个大小尺寸 那我这里教程呢 就讲到了第五圈 当你勾到自己需要的大小之后 我们现在也要把这个旁边呢 这里来最后勾一圈 把它补起来 那这一圈呢 我们就是不加不减了 那就是一针对应一针了 一个辫子起一针 好 然后我们这样勾回去 这个是第一针 我没有做记号 那么最后这一圈 我们这个旁边这里需要穿过两根线 好 加上这里一根线 三根线 我们现在呢 刚好外面这一圈三十针 里面这一圈也是三十针 所以现在我们只需要一针对应一针 一针对应一针的去勾就可以 好 然后现在每一次 路针点都是三根线 就这样一针 一一对应的勾 一一对应的勾 就是为了把这里的补起来 好 大家注意 勾这一圈的时候 一定要是前面 你那个每一圈 都是走完了两次 才能这样勾 好 看到没有 就这样 一针一针的 去把这一圈勾完 每一次路针 都是调三根线 最后一针 刚好是三十针 一一对应的 好 最后一针勾完了 然后我们在第一针 第一个短针对应的辫子里面 引拔结束 这个引拔呢 大家可以把线稍微的拉紧一点 好 这就是最后勾完的效果 还挺圆的 这个是里面 这个是外面 就是这个底部 朝外面的地方 然后呢 我们就这样 比如说你现在开始勾这个包身 我们就从这里呢 开始这样勾过去 好 你就去勾你自己的包身 刚好这个就朝在外面就可以了 好 所以今天的教程呢